今年来提起女演员叶璇,大家对她的关注,点似乎,不在她的一些影视作品,而是在于下降头这件事。 不少网友各种八卦分析说,叶璇是不是被下降头了,因为某些事情她真的做得很奇怪,跟一般的女明星不太一样。 网友的好奇,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,甚至最近又有网友八卦说,叶璇在微博上筛的好家和钻戒时得了一响正吗? 总之,关于叶璇的八卦焦点,总是格外的惊奇,网友也是不断的觉得,她是下了降头,而叶璇做客榜谈节目时,引述回应了下降头这个黑点她张口就是,这都属于无聊吧? 看得出,叶璇的态度还是很淡然的,虽然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事情,可叶璇第一时间就是非常非常平静的回应。 接着叶璇说,做演员或是文艺工作者,的至少应该是知识分子,而作为知识分子在从事行业的时候,更应该是想到了把一些精神价值观传递出去。 接着,叶璇用了一句老话,为天地利心,为生命利命,而且叶璇还说了,为网声继续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 叶璇的意思是说,要有责任感,作为艺术演艺人员,都要有这样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。 所以,看得出叶璇其实还是挺豁达的,话说都是大开大和的气势,而且叶璇也提到了他作为演员的价值观。 专注的不是自己的八卦或是争议,而是自己的作品和专业。 叶璇说相对说自己下降头,更希望听到网友对自己演技和作品的真实评价。 他也提到说自己最想做的事,是把自己专业做好,就算有一天离去也要有作品留下。 他说一个演员如果离去,最死而无憾的事,就是有好作品留给世人去评价,而自己也是希望不断出好作品,专注表演和创作,能够留给观众美好的记忆。 这才是死而无憾的事情。 最后,你怎么看叶璇的回应呢? 欢迎留言。 7月1日 7月1日